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个每天不单只聊新闻的专业美股频道 我是市场分析员小桃 时间真的是不够用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美东时间早上四点钟 今天从早上八点出门上班到现在录制视频 中间完全没有听过 好吧 我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先来看一下资产价格的走势 今天美元指数小幅上涨 美债收率两年期上涨了两个基点 十年期六个基点 TLT下跌了0.8%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收率 首先已经结束了倒挂 其次这个期限一家在越来越扩大 并且这种扩大的方式是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长期美债收率出现了上涨 起码说明市场对于经济是有一定的信心 然后是三大指数 今天标普500下跌了0.2 纳指横盘道指下跌了0.7% 罗素2000下跌的幅度稍微大了一点 1.2% 比特币下跌了1.1% 今天主要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 是芯片板块 前七大科技股今天上涨了0.4 除去前七大科技股之外 标普500是下跌了0.5% 所以今天是大多数的板块都出现了下跌 除了芯片板块和个别的一些科技板块 包括公共事业相对强势以外 其他的一些板块都相对比较弱势 比如说前段时间涨幅比较好的 REITS和医疗板块 今天也分别下跌了1.3%和1%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右边我红色圈出来的这个区间 分别是QTD 也就是第三季度到现在为止的一个走势 有意思的是第三季度到现在美元指数下跌 美元指数下跌对应标普500的这个上涨 非常的合理 但是同时两年期美债收率下跌 十年期美债收率下跌 TLT出现了6.6%的这个反弹 我们却看到科技股在第三季度并没有出现上涨 反而是科技股在第三季度 科技板块下跌了0.9% 芯片板块下跌了7.4% 而在第三季度相对比较强势的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价值板块 比如说公共事业 比如说REITS 比如说保险板块 罗素1000的这个价值股的一个ETF上涨了7.4% 成长股的ETF仅仅上涨了2.9%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和比特币相关的数据 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如果有做比特币的话 非常主观的一个感受就是 三月份以来 比特币一直是在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区间里面横盘 这个感受并没有错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 美股涨得那么的好 比特币好像不跟美股了 对吧 这个感受也没有错 但是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等权指数的话 从三月份以来 比如说图里白色这条线 我看的是QQQ的一个等权指数 如果我们看QQQ的一个等权指数 图里白色这条线 三月份到今天的这个收盘 其实也几乎没有任何的涨幅 三月份以来 纳指出现了上涨 标普出现了上涨 但是QQQ的一个等权指数 却没有出现上涨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其实三月份以来 整个市场里面走的 还是一个alpha的一个市场 什么是一个alpha的市场 就是个股的走势非常的明显 而不是一种大盘的上涨 或者整个市场的一个上涨 参与度并没有那么的高 其实标普500也有同样的一个观察 图里红色这条线是标普500的等权指数 从今年三月份到七月底 几乎是在横盘 然后从八月份开始 其他的板块开始出现追赶 所以整个2024年 一二月份 大家应该都在赚钱 但是从三月份开始 市场里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赚钱 有可能自己手里所持有的这些股股 甚至于都出现了下跌也不一定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是不是从今年三月份以来到现在为止 比特币的一个寒盘也可以接受了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有一张图被疯狂的传言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里上半部分显示的数据是 美国贷款的一个refinancing 就是贷款的一个再续的一个指数 这一个指数来到了过去两年的一个新高 也就是代表整个市场 现在开始慢慢的活跃起来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整个房地产的活跃程度 或者房地产的一个成交量 就是和利率或者借贷的成本息息相关 但是我认为我们要避免去画上一个等号的 就是即使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房地产市场 开始慢慢的进行复苏 不代表价格会出现反弹 成交量的上升不代表价格出现上升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没有必要看到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 出现了成交量上的一个复苏 就开始担心接下去 房租的反弹有可能会影响到CPI或者PCE 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一个观测指标 就是去看一下Zillow的一个房租指数 当我们看到Zillow的房租指数如果出现反弹 这时候也许我们要开始担心通胀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 虽然Zillow的这些数据反映到真实的CPI或者PCE里面 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滞后 但是美联储对于通胀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真实的 比如说Zillow的这些数据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个月CPI的数据里面 OER Onus Equivalent Rent 这一组数据环比增速上升到了0.5% 而美联储或者Boware几乎是完全忽略了这一组数据 忽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 房租通胀占PCE的这个占比和CPI的这个占比不一样 第二点是因为美联储包括Boware对于房租通胀这一块增速方法是非常的有信心 这个信心哪里来 就是来自于像Zillow这一类实时的跟踪或者实时的追踪房租数据的这些指标 另外一点 如果我们把这个指数拉到2017年拉到过去7年的话 现在这个指数或者活跃度确实已经超过了2018年的这个水平 但是远远还没有回到2019年 更不用说回到2020年或者2021年的水平 最后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去看 从板块对于GDP贡献的这个角度去看 消费者的这个增速的确在放缓 消费者这个情况也在变得越来越坏 所以对于数据来说不是一个利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同时如果因为降息 我们看到整个房地产的一个板块开始慢慢的复苏 那对于GDP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所以一个是推动的作用 一个是往后拉的一个作用 希望这两者可以稍微抵消一点 那对于经济就不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从而帮助美联储去实现软着陆 今天彭博他们经济团队对于2025年底 美联储的隔夜利率 包括10年期美债的收入率 包括经济有没有进入衰退 去做了一个展望或者做了一个预期 总共有5种情况 对于每一种情况 他都给了一个预测的一个可能性 这5种情况我就不详细的去赘述 但是他们认为最大的这种可能性 50%将出现这种衰退的可能性 衰退的一个标志就是GDP增速出现一个负增长 真实的GDP增速 然后通胀放缓 同时失业率去到5%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美联储的隔夜利率将会去到将近1.9% 10年期美债收入率将会稳定在3.2% 说实话 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经济真的进入衰退的话 那美联储的隔夜利率 还是10年期美债收入率 蓬勃他们的预期 我个人认为过于乐观了 最后的这个数据可能会比他们的预期还要低 然后第三种可能性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软着陆 他们认为软着陆的可能性仅仅只有5% 软着陆的一个表象就是2%的GDP增速 2%的通胀失业率4.4% 如果出现软着陆 他们认为隔夜利率将会保持在2.9% 同时10年期美债收入率将会在3.75% 为什么我要讲软着陆的这个情况 其实蓬勃他们认为发生的概率只有5% 因为这2.9%的隔夜利率和3.8%的10年期美债收入率 会给我们一些参考 就是当软着陆的话通胀在2% 隔夜率在2.9% 这个隔夜利率也就是美联储在上一次 SEP里面所预测的中性利率 并且如果我们把10年期美债收入3.8% 减去隔夜利率的2.9% 得出的这个期限溢价在0.9% 就是我和大家说的期限溢价 我们可以假设在50至100个基点 所以10年期美债收入有可能停在3.5% 或者3.75% 根据当下10年期美债收入率所在的这个点位 如果实现软着陆的话 TLT上涨的这个空间其实不大 或者说10年期美债收入率下跌的这个空间不大 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 我说如果实现软着陆 TLT上涨的这个空间其实不大的原因 最后彭博他们其实还给了将近40%的这个可能性 美国经济是不着陆 不着陆的一个定义是GDP的增速在2%至3% 然后通胀是停留在2.5%至3% 失业率是小于4.4% 在这种情况下隔夜利率有可能会停在5.4% 也就是从现在的这个点位可能还会要去加息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停在3.9%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10年期美债收入率和隔夜利率的这个差距 或者这个期限溢价 基本上都是在50个G点至100个G点左右 最后根据这5个情况 包括他们所给的这个概率去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 我们看到隔夜利率 他们认为最终会停在3% 而10年期美债收入率最终会停在4% 这个期限溢价正好是1% 我认为他们预测的结果对还是不对不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对应的隔夜利率和10年期美债收入率 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位 这种情况下或者这样的一个点位 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光的财报 我在上一周的会员直播视频里面和大家承诺过 我一定会带大家来看一下美光的财报 所以今天我算是来履行这个承诺 首先盘后的股价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盘后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上涨 为什么出现那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一次所给了下一个季度的指引 比市场预期好了非常的多 市场的预期营收是在8.3个别脸 最后给的数据是在8.7个别脸 上下浮动0.2 并且在他们所给出的展望里边 margin这个毛利润率也比市场预期要高 所以导致最后 EPS所给的指引市场预期在1.52 他们给的指引1.74 也就是说这一次财报里面的营收和盈利的指引都大幅超出市场的预期 最后我从财报会里面挑出了4个问题 这4个问题分别从4个角度去问 第一个角度就是需求 第二个角度就是资本性支出 第三个角度就是营收的可见性或者营收的一个能见度 第4个角度就是今年的一个盈利率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问题去看 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现在背后的需求 管理层的回答 从需求这个角度去看 传统的服务器在过去两年确实非常的艰难 但是今年接下去会越来越好 并且交付量会出现小幅的上升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AI服务器这一块的需求 他们预计今年将会非常的强劲 今年指的是2024年 然后明年2025年也会非常的强劲 并且管理层还强调 现在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信号 需要他们去改变未来的预期指引 第二个问题 CAPEX资本性支出 管理层说 第一个季度我们给的这个指引是在35亿美金 今年的资本性支出比起上一年的话 将会出现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我们预计是营收的35%左右 我去看了一下市场的预期 35%差不多 现在是在134亿美金 当然今年的营收可能还会往上调 所以我最终估计 今年的一个资本性支出 可能是在140至145亿左右 和上年去对比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速 资本性支出这一块的支出 也表示管理层对于未来需求的信心 然后第三个问题 visibility就是 未来营收的清晰度 当分析员问出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就代表分析员对于接下去市场里面 下下一个季度 甚至于下下下一个季度的一个营收 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或者这个判断 当分析员没有这个判断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从管理层的嘴里得出这个结果 所以分析员就问的非常的婉转 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传统的合同到底是应该长的什么样 也就是说你们传统的合同到底是cover了未来的三个月 还是cover了未来的一年 还是cover了未来的一年以上的需求 管理层的回答 我们通常的长期合同基本覆盖了2025年的1月份到12月份 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我们2025年的一个营收 然后是HBM HBM这块的合同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需求也覆盖了2024年和2025年 同时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需求 取决于有些公司用的是GPU还是ASX 和这些公司合作的话 它是一个更长期的合同 也就是超过一年以上 所以这一位分析员其实也是得到了他想知道的这个答案 也就是未来的一年需求并不是问题 最后第四个问题 关于公司2025年的利润率 问题问的是管理层 你到底有多大的一个信心 在整个2025年 还是可以提高你们的利润率 expand operating margin 管理层的一个回答是 我们只会给你一个季度的指引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们背后的需求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强劲 并且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们今年的营收和盈利能力都会去创一个新高 而且更加重的是 我们今年的这个销售量 大多数会集中在今年的下半年 管理层虽然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把它的答案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就告诉这个市场 我们的这个margin 我们的这个利润率 今年每一个季度都会比上一个季度要好 美光这个季度财报非常的好 主要是一打破了市场 对于需求这块的担心 第二点在盈利这一块 也超出了市场的这个预期 所以我估计接下去 会有一波比较不错的反弹 最后当然少不了今天的富途木木环节 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市场 富途木木针对我们这个频道 所投放的独家福利到这一个月 9月底就会结束 所以还没有剩下几天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要抓紧 美国现在这边的活动是开户 且入境1000美金就可以获得 30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闲置资金最高 可以获得年化8.1%的回报 如果去官网上申请的话 最多只能够获得15股 所以必须要通过我们这个频道的连接 才可以拿到30股 加拿大的市场 我们这个频道观众的独家福利是 开户或者注册就可以获得额外30天的免佣卡 入境1000就可以获得100加币的现金奖励 这一档活动在官网上也没有 入境2000可以获得200加币的现金券 通过转仓最高可以获得2300加币的现金券 或者苹果的等值利品卡 好吗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在视频的置顶流里面就可以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大家别忘了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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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